我们刚刚的范例是在算什么 是在算从今年开始截至到现在这个时间点 它的一个冷击 这是YTD的工作 可是有时候我们要算的是跟去年的同期比较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说 今年我们已经算完了 那去年的同期它的值又是多少的一个计算 假设我现在我是在2009年 所以我会有一个数值 就是去年2008年这个时候的一个YTD是多少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个数值怎么算呢 所以首先在销售这里面一样新增一个量值 这个新增量值呢 一样我的讲义其实也写好了 那 为了让各位更加了解 我们就来把它改成去年 我们还是把它改成中文的呈现方式好了 去年 然后应该说是同期 同期的YTD的比较 就是我现在是2009年 我就要比2008年的意思 好 有一个销售额嘛 总销售额 总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在这个地方我当然还是要去计算 在这个地方我当然还是要计算什么 计算从 例如说一刚开始到现在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边这个值其实已经算好了 就是 我每一年我都有 就是从年开始一直到现在的一个计算结果 可是呢 在这个地方我要破滤掉 我要前一年 好 在这边我们要再多学一个 多学一个内容叫做 相同的一个period period就是期间 相同的一段期间 然后这边我们要看到 last year 就是去年 那简单的简单的说 其实这个还是会归类在同期比较 其实这四个字 这边一看就知道是四个字嘛 四个字 它就是在告诉你去年相同的这一段期间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还是一样 指定的时间 这就是一个过滤的条件 Calculate是什么 是一个计算 而且是智慧函数的计算 智慧函数的计算 然后这边是不是看到有一个叫做什么 一个YTD 刚刚是不是这边有算 所以这个要改成 改成一个叫做 -字号YTD YTD 好 然后cap件 接下来呢 一样 这边不叫订单 应该叫做销售 -字号YTD 的建档日期 -字号Y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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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哦 我是去算这个YTD 累积到现在 就是今年累积到现在 但是那个期间 所指的期间是指什么 去年相同这时间 所以呢 我们如果算2010年 我们现在可以比对是2009年 我们现在算2009年 我可以比对是2008年 那我们要是比对的是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2008年 对不起 它就没有前期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一样的方式来去做 做这件事 这个我就先关掉好了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假如说今天把这张资料报表 复制贴上 这方便我去做计算 然后 这个是YTD 所以你会看到有2008年 整年的一个累积 2009年整年的累积 还有2010累积到3月 3月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边我就不放这个YTD了 我放的是去年同期的比较 好然后接下来这边我们要放的一个时间别 应该是这个建档时间 那你一定会说奇怪了 为什么这边没有 因为2008年没有去年同期 好 所以这边通通都没有 那我们去看2009年 2009年是不是就都有了 对不起 因为我单独只看2009年也没有 对不起 全部都要看 你看哦 现在这个连续的资料 是不是有2008年 他没有去年同期 这是可以理解 那我们就往下拖曳到2009年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2009年1月1号 他就有2008年1月1号 各位这个4765500 我们看一下就是2008年1月1号 是不是47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 好吧 我很难拉上去 所以我还是把这个值显示大一点好了 这边 这边轴没办法帮我显示大一点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这边4765500 可以这样大概了解我的意思 就是说2009年的1月1号 他会产生出来的值是2008年1月1号 那个值 那接下来你可能再这样子来去看一下 那这边有没有看到1月1号 1月3号 那是不是有一个叫做1月2号 1月2号 理论上 理论上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件事 就是说 当这些这个值 这个建党日期 这边我有用到建党日期 这个地方有一个显示没有资料的项目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当我们要去看的时候 有时候你要去看没有的值 例如说1月2号 他应该显示零 我们现在有了这个 不存在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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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号 1月 他这边不呈现 显示没有资料 没有资料的项目 这边有1月3号 但是这边没有1月2号 我要呈现的意思是这个样子了 就是去年同期的这个时候 就是我现在2009年1月9号 1月9号 可是那个时候的2008年1月9号 是没有那个数值的 我要呈现就是这个意思 换你们去做 去算这个 这个的内容 我还是建议你必须要去了解 虽然我的讲义都有提供给你 可是你大概要知道 我是怎么算的 所以我在这边 我在这边我们 就是还是请你这样子来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当你今天你要去算出这个YTD 然后是累积到现在 但是是去年同期的比较 然后当然下一步 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两个数值 这两个数值相减 就是YTD跟什么 去年同期YTD来去做相减 才能做比较 我们就是要谈这件事情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这件事